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I晶片大厂汇大宣布已获得美国政府承诺许可将恢复向中国销售H20 并将为中国推出新的完全向荣的NVIDIA RTX PRO GPU 随后AMD也宣布将恢复对中国销售AI晶片MI308 在7月下旬的台积电二季度法术会上 针对投资人询问回答H20恢复对中国销售之后 对于台积电是否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总裁魏哲家表示这是个好消息 因为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 但目前还没办法对此事对于台积电的影响进行预测 不过台积电已经将目光着眼于下一代更新的制程技术 目前最先进的N2和A16工艺技术 在满足对高效能运算方面处于业界领先地位 几乎所有创新者都与台积电合作 根据计划台积电N2制程将在今年下半年量产 台积电也将推出N2系列的演进版N2P 进一步提升效能和功耗预期2026下半年量产 魏哲家预计受益于智慧型手机和高效能运算需求 2奈米制程在前两年的新开案数量预期将高于300米5奈米制程前两年的总和 至于A16制程其特色是结合超级电轨SPR技术将于2026下半年量产 适合具复杂讯号路径和密集电源传输网路的产品 A14将采用第二代奈米片点晶体结构提供更优秀效能和功耗优势 以应对日益成长的高效能运算需求 魏哲家表示 目前A14开发进度良好 零组件效能和良率改善均达到或超前计划 预计2028年进行量产 2029年内 台积电还将推出支援超级电轨技术的A14制程版本 魏哲家相信 A14级衍生产品将扩大台积电技术领先地位 使台积电把握未来成长机会 在先进封装产能方面 魏哲家强调 AI需求不断增强 对QoS需求也相当强劲 并重申公司会不断缩窄差距 narrow the gap 增长动能将持续存在 公司也会持续观察 与此同时 据台湾媒体工商时报援引供应链透露 尽管面临关税压力 台积电仍持续强化对客户的供应能力 美国亚利桑那州首批三座晶圆厂 进度加快 PE厂采用4nm制程 已于2024年第四季投产 P2厂已经于今年4月动工 规划3nm制程 预定2027年下半年量产 而原定2030年底完工的规划2nm 及更先进产能的P3厂 建议启动加速流程 预计将于2025年底前完成发包 业者指出 P2与P3间隔期大幅缩短 显示扩厂节奏明显加快 随着半导体建厂经验持续累积 未来完工时程最快可压缩至一年 与台湾作业速度逐步拉近 供应链方面 台积电加快美国晶圆厂建设进度 有望再度为台系核心供应链带来庞大商机 其中首轮启动规划的厂务工程业者 如汉唐 翻轩 赵连等 因具备P1厂实战经验 有望明显推升获利表现 与其他半导体公司 多彩总包 EPC模式不同 台积电凭借丰富建厂经验与专业团队 通常将专案细分亲自主导各系统专案 例如洁净室 积电 化学供应 纯水与废气废水处理等工程分别招标 业者可直接对接业主 节省不少程序与沟通成本 台湾供应商也积极响应台积电的全球布局 汉唐已取得亚利桑那州多项执照 包括管道 空调与冷冻桶包等许可 帆宣则拥有该州的锅炉 蒸汽管与电气执照 半导体业者表示 台湾一般半导体厂房工程期约为三计 美国即便压缩 也需约一年时间 若保守估计则得拉长至五计 当地人力效率与公安文化 仍是台厂在美建厂的一大挑战 不过随着PE厂经验累积 P2厂开始展现效益 预料相关供应商获利将逐步改善 台积电在台建厂脚步同样积极 包括新竹与高雄均持续扩充先进制程产能 不过 相关业者坦言 电力供应可能成为未来关键瓶颈 许多厂商有意自建数据中心 但北部地区因电力系统接近饱和 申请西岸时常遭遇阻碍 恐影响企业在AI时代的布局时效 半导体业者坦言 赴美设厂除了依应客户需求 与美国政府政策拉力 也受到台湾本地种种结构性问题推动 对企业而言 经营的核心是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 而非沦为政策谈判的筹码 靠天吃饭的佛系经营 早已不再被市场接受 而在台湾厂方面 据台湾媒体《经济日报》报道 台积电2奈米将如期于今年下半年量产 但由于苹果 AMD 英特尔等第一波2奈米大客户需求非常强 再加上高通 联发科 辉达也将陆续采用 台积电2奈米供应严重吃紧 为此将大扩产 目标明年2奈米月产 能由今年底的4万片大增1.5倍至10万片 供应链消息还指出 台积电2027年将是市场需求状况 有机会进一步将2奈米月产 能增到16万至18万片 其中大多数建置于该公司高雄F22厂 如果客户端需求比预期更强 有机会后续再增至20万片 届时台积电可能有8座2奈米制程厂区 市场估算 目前台积电先进制程中 7奈米制程月产能约16万片 5奈米制程产能大约超过16万片 3奈米制程月产能约13万片 在调度支援下 月产能有机会达16万片 未来台积电2奈米制程月产 能扩大到17万至20万片 届时有望成为该公司先进制程中 产能最大的经济母 台积电不断扩充先进制程产能 本来就是推升业绩的动力 且其愈先进的制程 代工价格也愈高 等于未来再价量两方面的发展 都对该公司营运表现有利 目前传出陆续可能采用台积电 2奈米制程技术生产的客户名单 包括苹果 AMD 英特尔 以及高通 联发科 辉达等 总体来看 台积电在7月的法说会中提到 其2奈米与A16制程技术 在依应对节能运算永无止境的需求方面 领先业界 几乎所有相关创新者都正与该公司合作 台积电预期 在智慧型手机与高效能运算HPC应用的推动下 其2奈米制程技术 在头两年的产品设计定案数量将高于3奈米和5奈米制程的同期表现 业界以此推测 最快2027年时 2奈米有望成为台积电7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中 产能规模最大的节点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